花莲县在6月1号解除强制戴口罩规定 目前全台湾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花莲县了 从疫情开始到现在 花莲都维持零确诊状态 有游客表示说 闷了5个月终于可以出游到花莲来呼吸新鲜空气 他们可以就近感受到大自然舒畅 解除了强制戴口罩规定 应该也会吸引更多游客到花莲来游玩 随着国内疫情逐渐减缓 以及各县市解除相关管制后 花莲县政府也在6月1号起解除强制戴口罩的规定 也逐渐有国内旅游客来到了花莲游玩 旅游业开始复苏 是疫情爆发以来首件 现见旅游热度开始加温 花莲县政府发布防疫新生活运动 宣布自6月1号起解除强制戴口罩的规定 来到花莲游玩的旅客也相当赞成 这边都是环境很好 环境就不用密集的地方游览车上戴口罩 你们来玩几天 我们是五天环岛的 环岛啊 对本来是我们是2月几号出发的 结果就疫情来 疫情来我们就没有办法就停止了 到现在才解放我们才出发 所以来这边感觉不错 对就空气很好走一走 闷很久了 闷很久了 有鉴于国内疫情缓和 国旅人潮逐渐回流 观光业者期盼中央能尽速解除花莲多个旅游警示 也期盼县府能够协助观光业 后续振兴以及行销推广 吸引游客来到花莲游玩 记者林杰 授风采访报道